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在处理一个 那个是我看到过来 包括以前看的影片 这一个是最为严重 因为它整个爆掉之后 然后烂很深 然后总之一是随时24小时在留的 然后它整片喔 包括那一个好的乳发 其实它也是已经有乳癌了 因为我帮它揉一揉 它那个分泌屋就从乳头留下来 然后整个胸部这里也是都硬块 然后这里腋下也有一个很大的硬块 所以整个从这里整片都是癌啊 简单讲 那它因为以前学过研究研究研究 它知道不能去吸引 如果它不来原始点 我认为它已经刮掉了 它情况比它严重好几倍 已经不可言议的那个 那它只要几天喔 你没有热源 没有按推 它马上就腾上 你会吓死的 一下子就大很多 然后大很多不要紧 它那个硬块马上就很紧 然后面积变很大 然后甚至这个腋下 本来已经处理这里很累了 这里有时候几天没有处理 竟然一颗长成两颗大 短短时间 所以它正在进展 那个速度之快 这一个患者我要求他 因为我说大概就是在面临生死 我说这个乳癌患者 一定要热源24小时 10个小时以上 因为24小时连睡觉都要 事实上我也要求他睡觉都要 外热也最重要 用什么 不是用灯罩 它灯罩也没有用 只有一个空间 因为它很深啊 然后主持一直从里面一直冒出来 吹风机 只有一个 Dyson的吹风机 又不能用一般的吹风机 只有Dyson Dyson它的风可以集中吹进去 这是我面临到乳癌最大的挑战 那从4月28站到现在 跟这个癌扯平 只能扯平 为什么 因为当它按到就是没有到位的时候 连按都有影响 它没有把它按到很深入的时候 它马上就印起来 明天就印 然后你两天没有按开 热源没有进去 它马上就膨胀 都是两三天 那个速度之外 所以它如果去西医 我看很快就挂了 没有救 而且整个难范围你们应该有看到 好 我告诉你 因为它硬换没有推胎 它早期也 它也有个连时点 他们就这样推 那推的时候硬换没有推胎 也没有涂 可能江门你也涂得不够 然后按推也不到位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来的 就是当你没有技巧 你有时候连心的 我说乳癌偶分成三个形态 如果第一类你光看看不出来 那一定要触摸 那触摸怎么触摸 如果你怀疑它大 先用手抓抓它 看它的范围 它如果抓 咦 还软软的 那表示它的肿瘤 比较小 那就可以用捏的 这样在这周围捏 一定就可以捏得出来 那捏出来 第一类型 最重要是涂降肌 然后把它揉松 但有时候像这种癌末 你要揉到松 有时候要花时间 由清合作 记得不能大力挤 大力挤它们受不了 那痛要有一点痛 但不能让它痛到受不了 还要诊断 先看这一个病人的体力 不要被西医那个癌末所蒙蔽 因为我看它的体力 人从台中来 你说体力好不好 这肯定好啊 对啊 那两次车还能 找到台北基金会 那表示脑袋还清楚 体力也不错 那这个根本就不是重病 就是只要处理得当 想死也难 就是一句话 虽然是癌末 但我对它很合格 我对重病我的看法 譬如妹妹 你们都看过 妹妹不能大力挤 它已经是重病 重病处理一定是要怎么样 以肋炎为主 按推为主 你不要说我老生常常 你们常常会颠倒 一颠倒就出事 我们原始点是这样分 轻重症就是没有生命危险 小case叫轻重症 那重病就是还有分 就是有会影响到生命 叫做重病 那重病一定要补充热源 那轻重症就不会死的 就是可以大力按啊 好 那这一个患者 是轻重症还是重病 我先问你 那就是我说的他症状就是头晕嘛 然后还有脖子僵硬嘛 这里有没有不舒服 呼吸或是什么有没有不舒服 有说会不好 很大力的呼吸 呼吸不顺臟 那就只有这样 其他没有 然后要从台中来台北 你们刚刚也听到了 非常好 所以喔他是属于什么 轻重症对不对 因为重病一定要有体力虚弱 他没有啊 其实他如果重病体力已经很虚 要用优牙 可以慢慢推进去 那这种手法很重要 所以你看这一个患者如果是重病 记得涂姜本一边涂一边按 以热源为主按推为复 但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已经 我看到最严重 你按推不到位 他马上给分击 那里面流容很多啊 你一几层容就一直出来 流很多 所以像这种你按推也要到位 热源也要到位 但当然是以热源为主 因为他没有热源 我看他会挂掉 他还好他都有配音 所以今天站到这样 我觉得已经了不起了 他们很了不起 我也觉得原始点的话也了不起 重病的患者 你们一定要很有耐心 有时候一处理起来 要处理一个小时以上 那慢慢把那个硬块揉到松了 所以你们不要说 啊一次不会松啊 你刚刚也听到 你每一次揉完都有比较松 对不对 他只要松他很奇怪 硬块喔 揉松了 他肿瘤有时候会缩小 很快 有时候会缩小 所以我认为 为什么我对原始点 那个处理肿瘤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不能处理错 有时候处理错的话 到体力虚弱 你真的就很难道 第一个要先判断 轻重症还是重病 先发分出来 如果重病 热炎为主 按推为主 那热炎为主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一般会先涂这样的 涂上边 然后看他如果均很虚的话 前胸后背都要涂上边 那进一步再跟你们讲 如果不腺乳癌的 有一些肺癌的 莫奇的咳嗽很厉害 肺积水啦 这一看就知道 随时都会挂了 那要怎么处理呢 立刻涂姜粉泥上边 涂完善变 在红豆袋让他温敷 温敷完之后开始解症 解症的时候一定记得 还可以再涂姜粉泥 涂完再按 涂完再按 也就是你可能涂 再多涂三次就涂六次 局部的加强 效果会比较好 台北有一个子宫癌 那一个本来很严重 那经过我们子宫 八个月处理 他本来都 每次按都留肚姿意嘛 很臭 那八个月就完全好 那现在已经肚子也不脏 腰也比较不酸了 也就是以前的子宫癌完全都好 但是他现在有一个症状 就是坐骨的地方 靠近肛门的地方 一个点很痛 他说那一个痛 二十四小时再痛 痛到让他痛不立胜 比得肿瘤还难过 就是让他痛到会恐惧 我帮他 你知道这个在那个 肌腻阴部里人私密处 我是用大开关帮他按 没有效 大开关就是臀部原始点 还有 额 间缀原始点 我都有按 没有效 那我就知道患处 所以我就叫我们的志宫 再从患处涂姜粉皮 涂一遍两遍三遍 那要大力涂 我甚至在患处那个痛给 把它按揉 这样来回涂六次 那结果这样经过六次的处理 他局部那个痛 就有改善 算很不得了喔 他是每分每秒都在痛的喔 结果这样处理完 竟然可以三天不动 那他已经来两次 最后的处理 只要你涂三遍 然后又没有用力 帮他推楼的话 没效 就是要慢慢大力 这样流浅落身 慢慢帮他推 然后推到深处 所以如果你们遇到癌末患 除了涂了三遍 他实在很轻 记得 那个力道不用太大 但在那个痛点 你们找出来痛点 再加强涂浆的 再多涂 涂个两三遍 效果会更好 我大概是第109年 9月的时候 就检查出来是 初白 第四期 那我们在 109年11月 就开始做 要把跟欧洲纸三处 跟其他人一起 这样的话总共做了八次以后 缩小到1.8公公里 就在110年 5月的时候 他就帮他走 就把里面的癌拿掉 拿掉以后 就切退检查 所有的癌细胞都没有 结果他就说 不行还要再继续 要再做电疗三十次 怕说会反你跟復活 还要再做化疗 手套事 然后那时候刚好胖到疫情 胖到疫情我们就没办法在台北家被盖了 所以我们就会再高准 继续再做标靶再做养治 电疗做了不到第十一次 我们后续就没办法做了 因为我太 他整个人就倒下来 很虚 我就跟医生商量说 可不可以让我先调养身体比较好 再做 医生跟我讲说 你说什么我都不同意 我听到这句话 我认为医生不是 不是以我的生命为药 不是以病为亲 所以我就很 很绝望跟我先生说 我不再做了 我要面对我自己的生命 我要自己做主 其实我有看过 你的书籍 在他还没有发病的时候 其实他就跟我讲说 他的肩胛骨那边不太痛 那时候我就有一点在怀疑 因为那时候我早就有看过 你背后 所以我就鼓励他说 那既然我们西医 这边已经不走 那我们就要坚持 把 有一次点 我们就要说是前面要做完一次 但是是我自己看影片 然后手术完的时候 其实他是 我是觉得他没有做完全 手术没有清理干净 对 因为他手术完的时候 还是一样都肿炸 只是检查是没有癌气罢 可是他的乳房都是肿 都是肿 所以都要去医院 把里面抽出来 里面都是黑色红色的东西 一次都可以抽三管或两管 抽出什么 好像血液 还有没有组织液类似的 对对对对 抽完以后 我们就没有再去医院 都不去西医那边 不去西医那边 我就有帮他 那时候他是连血压药 安眠药都要吃 因为他血压都是偏高 然后每天都要吃安眠药 才能够睡着 可是我自己帮他这样弄弄弄弄弄 他的体能是从没有办法 都躺在床上 已经可以都可以自己出来工作 可以跟朋友一起在园医区那边 可以终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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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 所以都已经有恢复 可是我们每一次恢复到 大概一两个月之后 他就会瞬间又掉下来 掉下来就大概是一两天后 又开始丢灰 等到今年 我发现他的体力 已经越来越来的情况下 突然大概四五月 就发现他这里 整个变成非常的变 我他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说 他只要能够睡觉 他现在睡不着 因为这里太痛 痛到睡不着 也就是他这里痛能解决 他就能睡 他现在每天做了两次超慢 结果我发现 他这样跑起来的时候 虽然都没有睡 以前如果都没有睡的情况下 他马上血压会飙得很高 现在他是血压 是有飘到 但是还好 他以前要吃血压药跟安眠药 结果我跟他按推完以后 好像只有三四个月 他就连安眠药跟血压药都不用吃 不用吃了 他现在都没再吃药 张医师 我先生他是从你的影片里面去学习 他先给我看 他说老婆我找到这个原始点 我觉得这个可以 你来看一下 如果同意的话 我帮你按 我现在的问题是说 是不是因为我的那个内热源 外热源的不够造成我这样子 要不然每一次都是 已经精神好了 可是马上又荡下来 然后又好了 又荡下来这样 我这样很折腾这样 尤其是最近这个 已经崩到好像要爆开 那又不然你就爆开 他又不爆开 撑到你真的很痛苦 然后又像针一样这样搓 搓搓搓 一直搓一直搓 是这样的搓脱 现在还痛吗 这几天比较好 为什么比较好 因为我们去师姐那里 师姐有跟我先生讲说 那个尖辖骨旁边都要按 内侧也要按 他本来他不知道 他只是帮我按搞防线 因为我一直说 我的病也是搞防线 还有我有做那个超慢烤 那个也帮助很多 本来我没睡觉 我是会冰烟烟的 可是我现在心理突破 我知道说没睡 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不一定每天 一定要睡八个小时 只要你有睡 有沉睡一两个小时都OK的 所以我这个心理障碍已经拿掉了 我就坚持不吃安眠了 虽然很痛苦 没有睡 可是我已经突破这个心理障碍了 好 那他叙述的非常清楚 原始点他最擅长的就是 诊断跟治疗 就是当他讲完了 如果西医要做很多检查 原始点不用 马上就可以诊断他的病情 他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那我想先问你们 他现在的情况是属轻重症还是重病 重病就会 好 还是两怕 我分析一下 他做过很多次的化疗 你们以后记得 只要有癌症 癌症来 他只要有做过很多次化疗或电疗 你不要怀疑 你就把他判掉你为重病 因为他的整个体质已经被破坏了 所以他体力已经不如正常的 所以他为什么有时候好 有时候就会荡下来 因为他的体质已经不是像 他还没有做过之前那一个糖 他已经不死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只要你听完 大概就知道他是心重症还是重病的 好 那面对重病 我们就很清楚了 就是热能不够 一定要加强热源 那他那个硬邦邦 一定要推开 所以我们还是用延期点的一句话来讲解 所有疾病 皆于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既然体伤跟热能不足 又是重病 那就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那方向确定了 那应该就可以处理了 那对于重病患者的按推 不能太大力 也就是他一直如果按到很痛的话 他会消耗热能 那如果是轻重症的时候 你稍微大小力都没关系 我刚刚讲 比如他 他体力还不错 你看他 这个还满乐观的 那体力又好 那稍微大力一点 他可以承受 这样效果马上好 那如果他 一定要稍微慢慢的 然后有一点点痛 然后慢慢按压进去 有时候光按这种 像这种患者一般按的时间就要长 我举那个我刚刚讲的 那个最严重的癌 他一次按多少小时呢 是两个多小时 就一个乳房 按到两三个小时 那是怎么按 就是不断涂姜本 然后把它油 油很硬邦邦 慢慢揉松揉松 然后他如果很痛 稍微停顿再慢慢揉 是这样配合他 他一直边推 他那个组织液就不断怎么样 一直冒出来 甚至有时候 那个组织液是白白的噴出来 有时候是这样 看起来好像挤牙膏 你知道白白的 一挤牙膏就跳出来 看起来好像很恐怖 但是按完 他整个硬邦邦就怎么样 立刻松掉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这样就是 要花一点耐心 如果这样慢慢处理 他那个组织胸部是可以柔软 好 那另外他还有讲解一个 他胸部痛到睡不着 现在去贝斯那里 他已经改善了 那为什么改善 贝斯说他不是处于胸部 那个痛他是处于哪类 肩胸部内侧炎 也就是很多人误解 乳癌本身会痛 乳癌本身是不会痛 所以当他痛到睡不着 一般患者都以为 这个就是乳癌引起的 他事实上痛多数他数以上 你只要在背后 那个大概官痛点把他按揮 他马上就不痛 这个我告诉各位 是原始点的结痂啦 中医没有 西医也没有 所以他们就会像 尤其像西医 我还会很痛的 要怎么贴麻烦 事实上都不知道要从云解症 那这样会让患者陷入恐惧 那表示他帮他解决了 他不再恐惧的时候 其实睡觉智能就改善 然后还有加上他先生 我觉得算照顾重病患者 能够照顾到这样 已经很了不起了 为什么 他能够 你看他说他体力很差 现在体力慢慢挥舞 只是他有一些点不懂 比如说他也想把他痛解决 但是他不懂 应该要按正确 那这个借助原始点来执照 那有这样的家属 果然我一定会 为什么 他愿意做 那我们只要叫他对的 然后他来做 他真的就会减轻 好 那当然做 目前听他这样讲 第一个大开关一定要按 脊椎两侧 然后如果他整个 那表示肩胛骨内侧炎 还有肩部原始点 也一定要做 因为这些都会影响他的 整个胸部 大开关一定要先按 先保命 因为大开关管理的整个 整个胸管 那再来按软之后 他肿瘤不可能软 一定要从患处下手 然后患处一定是在根部找痛点 好 那大开关你们都会了 我就不再示范 记得他是重病哦 所以你要按被大开关之前 一定要怎么样 温敷 也就是要先 你用红豆袋先让他温敷 然后再涂姜本泥也可以 或直接涂姜本泥 然后甚至用电热吹风机吹一吹 三次完了还吹一吹也没关系 让他的热可以更渗透进去 或涂完之后叫他躺一下红豆袋 让热也慢慢进去 但记得涂完善变之后患者 对热的感觉会比较敏感 所以那个热不能 红豆袋一般用很热的 他会受不了 一般用温温的 然后问他这样受得了吗 这个都是技巧 如果他说可以那就没问题 好 那也就是按推跟独胶本泥 如果像他 他不用 他因为他没有病烟烟的 他体力很好 那就怎么样 温温一下就推了 涂姜本泥是只有涂局部 那如果重病是最好的 前部 整个上半身 涂背部跟前胸 他涂到这里来 借由皮肤让热也进去 这对他是最有利 好 那这个涂完之后 我们开始就是找换猪通蝶 那我们现在这一部分 就是要来教各位 他现在这个动作是已经要收尾了 就是你第三个面 他怕那个就是渣还流着 他把它剥一剥 把那些渣剥下来的 这样会干干的 然后在剥的过程中 患者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有热慢慢渗透进去 所以这个动作也蛮重要 每一遍不是都要这样剥 第一遍 第二遍都不用剥 到第三遍要收尾的时候才这样剥 其他就是涂干了 均匀涂干了 这样就可以 那如果干爽 你们如果要再用电热吹风机 吹一下也可以 因为让热也进去 好 那背后这样涂完 再涂前面 那也可以背后做完 如果是一般不是体力很虚的 你也可以立刻就做 那因为他是重病 我们还是涂完再做 那一般涂一遍是不够 如果要涂到第三遍 热才能死 患者才会感觉有热渗透进去 一遍是不够 这个患者是在教学 他也愿意让我们实作 那第一个他因为是重病 那背部也涂过三遍 然后前胸 等一下我们他会翻过来 前胸也会涂三遍 那涂完之后 先大开关按推 也就是上背部 脊椎两侧 把痛点都找出来 那因为他另外一侧的 那个胸部 整个已经变硬了 所以还要加强肩胛骨内侧炎 还有肩部原始点 那大开关做按完之后 再来找局部的 也就是胸部那个硬结肿块 肿瘤部分的这一部分 从根部下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视频